我覺得這個小孩應該是來救我 我當下就是 我當下就是聯想到我爸 父子的這個羈絆 對 懷孕的那一刻 他是非常冷靜的打給我 我從頭講好了 一開始是 我有一天要去健身的路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有一陣子沒有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當下的直覺就是來了 就是對就來了 然後所以我去健身的過程 我每推一個啞鈴 都是一個人生跑馬燈等等 麻煩嚴重 對就是 不知道 就對我來說真的太 就覺得這一切太 很震撼 我真的說很震撼 我覺得有 就是邊見然後見到哭出來 因為就會想到 就會想到就是 就是自己走到這一步了這樣 要換下一個人生的跑道這樣子 就很感動這樣 然後 後來 過了一天之後 他就打給我說 確定他驗了兩次這樣 那他非常冷靜的口吻告訴我 然後我也非常冷靜的口吻回他 就是說 嗯我知道了 然後我就掛完電話之後 然後 人生跑馬燈又開始 就 就開始 這一切的 就在 接受這一切 然後 有經歷了非常多的 這個 情緒的轉折 就 會有害怕 會很焦慮 但又很感動 又很開心 又很期待 就是無味雜陳這樣 兒子是不是有哭啊 有 有 因為我當下 就是 我當下就是聯想到我爸 我跟我爸之間的 情感 這樣子 那你有跟爸爸說 比如說去一些 爸爸的地方嗎 喔有有有有有 我家就 我家就有他的 靈堂 就是有跟他燒香 說是個男生 這樣 對 所以哭是會想到爸爸嗎 對就是會覺得 因為 呃 就是說 我爸 我爸的事情 其實影響我很多 就是 父子這個 這這個 算是 就是 對 父子的這個羈絆 對 然後 我就會想說 哇那以後我跟我兒子 又會是什麼樣子 就其實是 很有感覺 對 那你想要是什麼樣子 對 就我覺得很感動的原因 也是 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覺得我爸是一個 很好的爸爸 就是 他用 就是他很開明 對 然後 也是他的 管教方式 讓我成為 我現在這樣子 那讓我覺得 我應該是可以準備 成為一個 不錯的爸爸 這樣 就是有他的教導 尊尊教會 這樣 因為我會躺在床上 就是我 我會 不想要去面對 就是 每一天的 睜開眼的任何事情 比如說演出啊 手機的訊息啊 就我會很害怕 喔 又一個bad news 又來一個bad news 然後又是一件事情 要去面對 然後我可能 我的心態還沒準備好 那 我真的可以嗎 你就會躺在床上三個小時 去年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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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應該是得知道 有小孩之前 都是這樣子 所以得小孩這個消息 就是治癒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小孩應該是來救我 對 就是 讓我 也有很大的轉變 對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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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